第一个大标 第一页面的做法 通常来讲 我老师先把这个页面打开 预览一下下 好吧 来按一下预览 好 你按一下预览之后 到时候你整个网站做完之后 在电脑端呈现它是长这样 OK 手机平板就不用看好不好 就是大概介绍好 首先我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通常网页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基本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结构 我们的网站架构 这个很重要 那什么叫网站架构 通常我们在做网页的时候 第一个 我们会先去思考是 我这个网站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它有哪些的页面 有哪些页面 第一个 第一个进去的第一页 通教就是home page 我们称为首页 首页就是第一页 什么home page 什么home page 都算就是首页 所以首页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是别人第一眼 第一眼看到的那个页面 就是我的第一页 它是首页 所以我们进来会有第一页 就是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这就是我的第一页 然后再来你就要思考 那我里面要放什么东西 通常第一页就是主要页面 所以在这个第一页里面 我们刚才已经有个大的banner 中间的内容就很重要 那我的内容要放什么 我的内容就会牵涉到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有哪些的结构 我有哪些结构 假设我以老师是以课程网站 这件事情来看 我自己做自己的教学个人网站 首先第一页是什么 课程前阶 我要让来修这门课的同学 知道一下我的课程前阶是什么 所以我可能会有一个选项 叫课程前阶 次页的部分 有了课程前阶之后 再第二个 第二个地方的话 我要放的是 就是档案分享 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的那些资料 放在哪边 我要做一个页面来放档案分享 好 然后再来我可能会开始分日期 就是我的教学进度 教学进度 教学进度会很重要是 当我点了这个教学进度 这一页进去的时候 就会开始列出之后的日期 例如说我可能下学期 假设可能二月开学 我们从二月二期还要放假 然后假设从三月六号开始算正课 三月六号十三二七等等之类 一中就是一个 就是三月六号就是一页 然后三月几号就是一页 一页一直在推 所以我这个教学进度里头 会有很多的次页面 多老弟是吧 好 所以这是我想要今天要做的几个页面 好 然后再来这个大页面要干嘛呢 这个这是页面 这是单一单一的页面 OK 这个大的页面 我想要是可以是集结这些精华 或是集结一些常用的资讯 例如说 好 我进来之后 我对我们有个档案分享 有一些档案的历程 我会放在这 可是我希望这个首页同学 所以进来后 这边一样也会有个档案分享 两个地方都有 好 在旁边我希望放老师的简介 如果要找老师去哪里找 老师的email 或是办公室的联络方式在哪里 我把它放在这边 好 然后再来这些当公布栏 公告 几月几要交什么作业 几月几要干嘛干嘛之类的 然后这是档案下载 听懂 所以第一页 我们把它当成有点类似 以标版的概念 通过一个页面可以看到比较多的资讯 而这些资讯中想要在更细节的 我再点到各自的页面 想听懂老师意思吗 所以你要规划 你要想 网站不是打开就开始做的 要先思考做什么 哪个东西要放在哪一页 你有哪些页面 这些事情都要先思考好 这样OK吧 好来 那老师先到第一页 然后等一下 我们要开始规划四页面 好不好 先规划四页面好 内容给大家再看 我们先规划结构 好以结构来看 我有三页 一个是课程简介 档案的分享 还有教学进度这三个东西 好 这三页怎么做呀 来 我们回来看 回来之后 我们现在这是首页 所以这首页的下方 等一下要塞东西的 好那等下做 我来 我比较喜欢先开结构 我在做往事 我都先把结构的东西做好 好 擦擦掉 擦擦掉就会再回来 再回来 好 回来之后 首先我们看右侧咯 右侧的插入 指的都是内种 很细的内容 文 图 表格 无为无为 就是在右边的地方 然后再来第二页面 就是我们刚刚的结构 结构就是页面 主题就是布景 主题就是布景 分三种 好那我们看第二个页面 点页面一下 好点的页面是什么 这一个首页 就是现在这一页 就是现在这一页 就是我的第一页 所以一定要有个首页 记得 一开始希望 你看到那一页叫首页 好 来第二个 打了网之后 进去那页就要首页了 OK 换人没有关系 好来加号 加一页 新增页面 这页是什么呢 来我们比对一下 老师现在要的是课程简介 好我这一页 加课程简介 你不用管档名 他会这种把你产生 你只要给他中文就好了 课程简介 OK 完成 第二页出来了 课程简介在左边 所以他的意思是指 当这个新增要有点时间 我发现他现在有点久 你点了首页 左色就是首页 你点了课程简介 左边就是课程简介 这样了解吗 他是这样对应的 好 再来加 再加一个 好 再加一个是档案分享 还有一个是教学进度 就我们每一次 每一周的教学的进度 OK 好 来老师把这四页做完 来 然后这四页做完之后 这四页的话 我要从哪边可以点 好 你会发现 当你把这四页做完之后 自动的上方就会有这四个按钮 我们称为导览力 导览 导览力 来怎么写 导览 导览力 OK 导览力 就是上面那一条 好 来 那我们预览一下下好不好 我回到首页 我回到首页 好 按一下预览 你看 很快吧 这个你知道光交珠 我叫好几天 好 一两堂克 才会飘到这里 好 这是首页 为什么在这 首页 等一下我说小一点 等一下 它能不出来 好 我再检查一下 他会在上方嘛 我们先关中 应该是单页预览 你看我们在客人 他在这里 他会在这个地方秀出来 所以给他预览看一下 他应该在这边秀 好 目前是在上方 可是你刚看老师的页面 我刚刚放在左侧 有没有 他可以放 导览力可以放上跟左 就两个位置 上跟左 所以如果你要换位置 来 如果你要换位置 就是从旁边 有没有看一个设定 导览设定 点一下 好 换成侧边 他就跑到左边了 那什么时候在上面 什么时候在主侧 那教同学们一个判断的基准 当你的主选项太多的时候 老师现在这样算少吧 我四个算少 所页也算一个 我四个其实算少 放上方我还能经收 但如果你的选项实在太多 有些同学选项到十个 你要想这上面塞十个怎么塞 塞不下 知道吧 如果你要塞这么多的时候 他是不是会断行 不好看 所以通常就会把它放在侧边 好 来 那我设完侧边之后 来我们先预览一下下 好 就放到侧边了 听懂 所以这是导览的设定 导览的设定 那样擦擦一下就好 所以你只要在上面这里 碰一下这边 网站名称的左侧 就有个导览设定 那这个圣经记得是全部 他没有再说两页换上 两页在左 没有是全部 全部 因为网站要一致性 好 来所以这是页面的概念 有没有点页面 然后页面的顺序也可以改 例如说我觉得这门课 学生进来都是在看教学进度 玉美洲的进度 按托放 有问题 按托放 那如果你不要它了呢 点一下点点点 来移除 重新命名 或设为首页 当你设为首页 它一进去就是第一页的意思 好 预设就是第一页 所以它的设定值都在旁边这儿 移动点前面这个就是移动 可以吧 移动 后面这一颗 当然也可以移来 就看游标出现这种图外就可以移动 然后后面这点点点值的意思是它的功能设定 好来最后主题 主题的部分的话我现在用的是简约的样式 同学就是这里 你可以换 但不好意思 五个 算六个吧 六个 好不好 只有六种 那你就点 它就自己改 点 这个目前我觉得它现在还新 所以它没有太多的复杂的修正 像旧版的它就有自己可以改 好 那现在新版我觉得还改 还慢慢的功能会慢慢的加 可是至少这样子OK的 然后如果你在用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有些功能觉得好奇怪 不管怎么那么难用 来左下角去检举一下 这一颗新功能 你点它 它就跟你说请提供意见 你就是说它自己帮你把萤幕截图 附上去 你就说 怎么看上面的侧片台都出不来 有问题什么 就跟它讲传送 各位知道吧 我们大家要帮忙他们 这样才会有好的东西可以用 太新了 你知道吧 里面算是我第一所学校叫这个 新版的 所以真的很新的关系 所以试试看看 页面如何增减 还有主题的变化 导览列的方向设定 都是一起的喔 好不好 来 试一下 那网站就可以大方向先建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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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网站 可以大方向先建构出来 您可以搞定